当街掳人案 两名十六十七岁的未成年少年 他们在网路上互抢之后相约谈判 其中一个人活同十几个人来到现场 持棍棒打伤了对方 而且把人压上车半路丢包逃逸 警方后报之后展开围捕 事发两个小时后 逮捕到涉案的车辆一起打人嫌犯 凌晨三点多 警车在高雄市大顺路上追上白色的涉案车 拦下并逮捕车内嫌犯 车上少年多半是未成年 打开后车厢里面有刀 球棒和木棍 早些时候他们逞凶逗狠 但若往后蹲在地上 面对警方问话看起来很惶恐 民众PO出的影片 11号凌晨一点半 在左营重平路 现场好几辆车 一群人群殴 并把被害人压上车 募集民众致政历历 就是那边发生群殴 出不了解被害的16岁少年 与17岁的祖贤 在网路互呛相约出来谈判 祖贤带人到场 一言不合 殴打被害人 还把人载走 半路再把人丢包 警方调阅监视器 在事发两小时后 拦到车子 带回五名嫌犯 争讯 防止聚众姿势的情况扩大 也联络被害少年 道案说明 厘清案情 追弃 其他共犯 华日新闻 我们要许富杰 徐静怡高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